你再帮我一下好不好 不行 现在拿上你的东西赶紧走 你把我放在这边 我能去哪了 这已经到一个镇了 我手机丢了 你手机丢了怨谁呀 我今天都说了 我说不让你踩着那个雪去拍照 你非要去 你能怪谁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我不想再 跟你一起浪费时间了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的路和我的路不同 我是出来干啥的 你也知道 你是单纯出来旅游的 而且还有一点 你也知道 现在我女朋友跟我吵架吵成啥 就因为昨天晚上 咱俩合租一个房 虽然说我们没有干啥 但是别人都误会了 我不想让别人这样误会 还有我女朋友跟我吵架 我觉得这样没有啥意义 还有一点 我本来是来这边体验这个生活 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的车上是一点都不会住人 每天都要去住店 我这样我开销也很大的 所以说我真的不能再帮你了 那你让我在这个地方怎么办 这个地方我刚才查了 这儿有两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车站 但是现在是将近四点钟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车 然后你想找个地方住一下 我今天晚上我就不在这个地方住了 我就要到根河去了 因为还有一百多公里也不是很远 到墨河 我手机也没有钱也没有 所以联系不到人 不是你 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因为我站两天 我跟你讲我真的好烦的 虽然你这个女孩不错 跟你玩也挺开心的 咱们也成为朋友了 我觉得毕竟是路上认识的 谁也不欠谁 前面这个镇 行不行 行吧 我现在床上放的 你的这么多箱子 我现在住都没有地方住 我现在我天天住店 我现在我压力其实挺大的 我不知道你能理解不能理解 所以说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跟你 孩子那句话不是同路人 咱们就不要再那个啥了 我也玩不起 不像你们一样 家有钱有啥了 跟我没啥关系 你想办法呗 你想办法联系联系你家人呗 也有 现在有很多人都误会我 而且你还喜欢开玩笑干啥 我挺不 挺不喜欢你 说一些乱七八糟的 开玩笑那些话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 会让别人更加产生误会 那以后我不开玩笑了呗 但现在这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不是你开玩笑不开玩笑啊 我跟你讲 我是出来赚钱的 我不像你们一样大小姐 一来伸手翻来张口 我还有一大 一大家子人要养 所以说 没有跟你开玩笑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反正我一个人也习惯了 那这样吧 那个啥我 我给你拿点零钱算了 行不行 我先给你拿四十块钱吧 然后呢 你先去吃个饭吧 那我晚上住呢 那我手机也没有的 反正我身上钱我不想给你 现在 算了 我要不然这样吧 我给你拿一点钱 你尽快还我 因为我身上我就剩那么一点钱了 那便宜的手机 你先几百块钱的手机 你先去买一个 能补手机号的话 就补一个 补不了的话 你就再办个手机号 然后你跟你家里联系一下 这是我自己藏的钱 藏了好长时间了 我都没舍得用 我数一下 两二百 五百 六百 七百 八百 九百 一千 一千一 二百 四百 五百 六百 七百 八百 九百 一千 一千 我这一千块钱 你先拿着 你去买一个便宜的手机 然后呢 你自己想办法跟你家联系 你数一数 但是你要还我的 因为我最近我也很难 行 不是你别哭啊 你哭啥了 你先拿着吧 这四十块钱你还要吗 不要 我数学不好 我记不住 我拿个整数就行了 我回头还 没事 这个不用还 不要 行 不要算了 那行啊 那你 把行李搬下来算了 你帮我搬一下吧 哎呀 烦死了 就直接慢点慢点 把门再开一下 哎哟 慢点 行 那你 那我走了 买完手机再联系 别忘了还我钱 跟他分开了 在一起玩了几天 性格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 不能在一起那个啥了 不能在一起 玩时间太长 因为人家是出来冲玩的 我呢 我是出来想干点啥 我和前几天 我们在路上 遇到的那个女的 我们已经分开了 刚分开 今天我们在来的路上 然后呢 她的手机也丢了 她去那个山上 去拍那个雪照 走了半天 手机也不知道丢哪里了 然后呢 为什么说 要跟她分开呢 因为这几天 我的女朋友啊 天天 跟我吵架 说我和这个女的 俺俩有什么关系了 然后呢 怎么怎么样呢 解释都解释不清楚的那种 搞得我心里很烦很烦的 天天我 直播也不敢直 所以说 和她分开了 以后的路途 又是我一个人了 哎 真难呢